我们现在很容易把老前辈神化成道德玩人 在上面一个视频 我们讲过洪军生先生在学权的过程中摆满一桌子银元 很多人在下面评论就跟你亲眼看到一样 那么这一期通过一本书 安持人物所义 我们详细的来聊一下 其实过去学权为什么说穷文富武 所有学武的人在过去花费都是聚合的 安持人物所义这本书呢 是当时的一个传客名家叫陈俊来先生所写 那么这本书呢 如果我们看看目入的话 他记录了当时很多的名人名士 例如这里面比较耳熟能详 例如丰子凯像陆小曼等等的 到现在为止都是名人 到了最后面有一章节 即太极星义八卦三个内加权权势里面 就描写了很多当时民国时期老前辈教学的一个过程 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句话 叫做为什么六扇门离好修行 包括我们现在好多的影视作品 例如一些电影电视 把这个师徒关系渲染的非常的好 实际上无论是各行各业 你有过求学经历的都会发现 你跟任何老师学艺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别人不会轻易的把好东西交给你 例如像这本书中写的书中在描写在抗战前二三年间 上海来以北方行艺名家非常著名 然后字云是学字郭云申 他是德意名声 当时上海一个皮肤科的一个博士叫尤彭希 是一个全迷 只要见到很多的名家就一定会向前求教 到了他的宅子里一聊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老师们就把自己吹得神乎奇迹 说虽然遇到千金大力士 亦可一坛指之间将其击倒 这是不是跟现在所有的老师都一样 每个老师都说自己好 并不是像我们一样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自己的水平有待提高 我只是研究的比一些同学们深刻一点 但是几乎我们遇到的所有老师都会吹得自己非常厉害 不然他无法给徒弟洗脑 然后尤彭希不信特地去约了当时的四大富豪之一 某一个人带了一个白鹅保镖 此人重200斤以上 有800斤气力之勇士去比武 其实所谓的比武也并不是散开打 只不过是推推嗓嗓 如果我们看描写的话 让白鹅这个大力士尽全身之力向他猛扑 当鹅人扑及其胸部时 王室只以双手的中指向上一弹 羊人就跌至沙发上 把沙发摔断了三个角 全间的玻璃都震碎了 当然这位先生也是很有功夫的 这一下就把尤彭希当时给震住了 现在想想这种状态也不难 假如一个不会摔跤的大力士 遇见摔跤的或者遇见练柔术的 也很容易被虐的到处都站不起来 但是大家看后续发展 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教学方式了 而是一个如何利用全学 让别人出功夫为名义 骗学生更多钱的故事 然后这位尤彭希看到他这么厉害 然后立刻就像水浒传中一样 磕头拜师 然后这本书中写的也很有意思 这个王室哪一老江湖 知道这个尤为上海的大名医 于是师子大开口 第一要把他的屋子 要带搬巨屋到大通路 要给他找一个好展 其次向北方接家族八口来生 把接他家里的八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此后全家生活虚由 由一人负担 大家想这里多少钱 然后又有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 许诺他 说会以从郭云生先生所学到的地方 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 尤彭希当时有两个门诊 门诊一次是三块钱 他每个月能有三千多大元的收入 能有三千多大洋 当时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了 他以为所开的条件 顶多每个月就四百块钱就完事了 对吧 他一个月赚三千 掏出四百来去学习 对他来说压力并不大 然后这个老师就开始了教学的生活 但你想让学生给你教学费 你肯定要给他一些甜头 让他学会一些东西 然后大家如果看一下的话 学行义正统的东西 就不是练套路 开始的时候是战装 先练所谓的气功 然后交易五行十二行等等 开始半年之后 尤彭希大为进步 进步是非常快的 然后到了半年之后就卖关子 逐渐以买贵重的物品 给我买贵的东西 我私下里传授给你一些秘诀 作为一个条件 这个尤彭希仍然是照办了 然后慢慢的一个月所花费 到一千以上了 然后这位先生呢 又好赌又好嫖 呼喝朋友至妓院大赌大嫖 赢了钱是他的 输了钱不问五百一千 就说去找尤彭希 还一个支票给他 两年之后 学了两年之后 每个月三千都打不住 在前面我们看到过 尤彭希两个诊所 一个月的总收入 也就是三千元多 几乎把每个月的收入 全部花出去了 这样花了一段时间之后 花了很多很多钱之后 你送钱这个人还不敢急 他跟老师说 老师三千元一个月 实在无力承担了 每个月一千两百元如何 一千两百元如何 大家如果换算一下 当时的大洋 你去搜一搜当时的物价 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巨款 王氏大怒 说他忘恩 一掌把他打得受了内伤 然后由于是雇了 两个白鹅的保镖 各持一枪 像这个先生说 一个人持枪 你可能能行 但是你去夺 一个人的枪的过程中 另一个人发枪 你会怎么办 然后从此分文不给 试图反目了 只三个月 这个大宗师 无所依靠 于是全家返枪过去了 到后来也不治身亡 所以这再对比一下 我们前面这视频中所说的 洪军生先生 在学拳的时候 摆了一桌子的银元 其实你会发现在当时 在战乱的时候 学一个能够格斗 能够安身立命 甚至养生的功法 一个非常耗费钱财的事情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环境 跟以前不同了 我们现在很容易 把师徒关系美化 像我所接触的里面 我们的学员朋友 其实也是我的好多老大哥 有西医的 有中医的 在西医的里面 他的主任压了他好几年 不让他做手术 因为他只要不做手术 他就学不到东西 他就不会威胁到 他主任的地位 学中医的一些医生 跟我们说 其实在他们学医过程中 老师傅开了20多位药 但是里面可能管用的 就几个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是哪一个 甚至针灸穴位也是 他会扎很多针 但是关键的可能就几个 包括我们的学员朋友里面 也有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 大家考上研的朋友们 你们自己想一想 有没有一些 导师使唤来使唤去 甚至连做实验 买材料的钱 都要自己出 不过现在很多著名的大师 对人已经没了 而且他确实是在全学上 在研究上 做出很大的贡献 但是不一定代表 他的人品是很好的 就像《安持人无所义》 这本书中所写的 这位老师 他依然在武术领域 有很深的建树 我们学武就是学技术 当然他的人品如何 与我们无关 随着我接触的人越多 随着我推广越多 包括我们真的在现在 这个传武示威的环境下 想把一些好的观念 无论是通过写书 还是做视频的形式 讲出去会遇见大量的非议 我们其实就发现了 社会上的大部分人 90%的人拿着稳定的工资 有着稳定的工作 和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 是非常少的 所以他看不到这些东西 过去为什么说六扇门里好修行 现代人为什么那么讲 以武入道 好多人没有那个 以武入道的资格的 你连人和人之间的 利益冲突的关系都看不明白 为什么说六扇门里面好修行 例如各种各样的命案 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利益冲突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 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的 喜欢全学的这些朋友们 希望你们在全学的求学过程中 能够具备一双慧眼 不在求学过程中 遇到那么多的坑 视频就讲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的技术内容 可以看下我们的 内加全企和学这本书 我们最近的实地和网课教学 有大幅的优惠 其中包括买一层一 和买网课送实地的活动 具体可以咨询我们